美国多个政商演艺界名人的Twitter账号上个月被黑客入侵 发布诈骗虚拟货币比特币的贴文 受害人包括前总统奥巴马、美院创办人盖茨和股神巴菲特 美国当局追查之下发现案件是由三个年轻黑客用了两个几月精心策划 案情说年近17岁的主佬克拉克5月初打给Twitter员工 我称自己是资讯科技部同事 骗取对方提供权限登入客户服务系统 入侵名人账户之后成功骗取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比特币 被控以30项电讯诈骗和身份盗洩罪 他19岁的同党英国人谢帕德 被控串谋电讯诈骗和洗黑钱等 最高判监45年 第三个疑犯22岁的法泽利 被控协助同教唆他人不诚实取用电脑 最高判监5年 控方说三个被告网络攻击手法精密 不过案件曝光之后 三个人不小心泄露部分个人资料 闯出藏匿骗款 加上其中一个人向执法人员提供线索 案件才可以迅速征破 三个黑客年纪轻轻 主谋克拉克更加未成年 今次犯案之前早被列入监察名单 今年4月被特勤局没收价值70万美元比特币 控方安排克拉克在他定居的佛罗里达州受审 当地法例容许在某些金融诈骗案件 未成年疑犯可以当作成年人士起诉 有线电视记者盧晓珊报导 马上轻口 感谢观看